翻拍自1984年英文同名励志片 由威尔史密斯監治 成龙和史密斯儿子 贾登史密斯合演的功夫梦 千万在洛杉矶举行首映礼 现场除了有五龙队驻阵外 威尔史密斯夫妇 在片中饰演贾登妈妈的 黑人女星泰拉基汉森 还有成龙和贾登全部出席 并邀请到1984年 饰演功夫小子的影星 拉夫玛奇欧大驾光临 两代功夫小子齐聚一堂 为影片宣传造势 为迁就博具教座力的 11岁的贾登史密斯 新门故事讲述贾登 跟随丹妻妈妈到北京上学 得到隐居当工人的 功夫大师成龙指点 苦心潜习功夫 打败学校二少 更挑战高手云集的 顶级无数赛事 不过跟功夫巨星拍戏学功夫 不免让史密斯夫妇 时刻担心儿子能否挨得下去 我的父母是制作者 所以他们一直在那里 所以那是好 但是他们在那里 你不想他们在那里 从小习武的成龙大哥 训练起贾登来 绝对一丝不苟 仅仅一个简单的 脱衣穿衣的动作 就让贾登练了不下千遍 难得从小迷恋 成龙影片最全的贾登 为原父亲和自己的功夫梦 出众的天赋和刻苦的努力 让成龙大哥对他 佩服又欣赏 成龙大哥重饮三十多年 从原家班七小福开车 但是打拼到现在的国际巨星地位 他表示小时候习武 让他明白功夫的奥秘在于心而不在于手 更同时领悟到做人的道理 他也希望借齿片弘扬中华文化 影片斥资4500万美元 先后到长城 紫禁城和武当山等地取景拍摄 8月初才会到香港上映